欢迎大家来到万门大学的粤语课 今天我会按照问候这个主题 来跟大家讲关于对话中的粤语是怎么一个情况 那么其实我们无论是朋友之间 或是晚辈和长辈之间 我们都会常常有问候的状况出现的 那么因此我们看看今天我们这个情境 究竟是怎么一个情境 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早上好 中午好 晚上好 这些其实在粤语中也有自己的一个相应的表达 那么首先我们这个文章课文的开始 就是以一个早上好的这样一个表达开始的 他说的是走散 走散 我们会表达这个早上好 我们就是说早晨 早晨是这样一个表述形式 就是早晨 走散 去 冰斗啊 就是早上好 然后呢 你去哪里呀 我们会看见粤语的这过程中呢 我们会省略掉一个人称代词 我们省略掉这个你 也就是说早上好 其实意思是你去哪里呀 就是你来这里习惯不习惯啊 就是你习不习惯啊 是这个意思 初时不是习惯 初时不是习惯 初时一开始 一开始呢 我不是很习惯 现在好很多了 那么我们要再读一遍 走散 走散 去哪里呀 你来这里习惯不习惯啊 初时不是习惯 现在好很多 那我们当然从这个语境呢 我们知道 应该是可能是两个邻居 或者是认识的人 他们可能在一个公园漫步的时候 他们遇到 然后遇到的时候呢 大家就打招呼 早上好 早上好 这样打招呼 然后他就有 另一个人呢 就知道 另一个人是刚搬来的 就问呢 你来这里呢 习惯不习惯啊 然后 那个人呢 对方就说 一开始呢 我不是很习惯 我们要知道呢 这个以嘎 就是现在的意思 这个以嘎 就是乐语之中 这普通话之中的现在 现在呢 好很多了 然后继续 我们比如说 我们知道对方有工作的 然后我们想 从这个方向 来进行一个切入点 去问对方 公司忙不忙啊 就是我们问 这个公司忙不忙啊 你排我的忙的 你排我的忙的 你这个没有问题 就是这对吧 你都就是这里 对吧 没错 然后排什么叫你排呢 这个排什么意思呢 排其实是一个时间段 等于说呢 在这个时间段啊 也就是说 这时间 这段时间 这个意思 这段时间里面呢 我得忙的 得就是门 我们 忙 就是忙 的 就是一点点 也就是说呢 最近呢 这段时间呢 我们呢 有一点忙 我们有一点忙 越忙 越有 注意三台哦 越忙呢 越要呢 注意身体 这个 这一句没有问题 就是我知道了 哦 对了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我们说的 这个语气的转换 我们想转换话题了 我们不要写得很突兀 我们就是普通话之中 就是啊 对了 对吧 就是说啊 对了 你太太 起好 就是给猴 的意思是说 就是挺好的吧 就是这个意思 重新来一遍就是 公司 忙忙啊 你排 我得忙的 你排 我得忙的 就是这段时间呢 排就是一段时间 所以这段时间呢 我们呢 是忙了一点 越忙 越忙 越要注意身体 知道了 对了 你太太 就是知道了 哦 对了 你太太 最近身体挺好的吧 这个呢 如果我们用在这个普通话之中呢 其实 似乎 这个先生挺危险的 如果被他知道 太太知道这件事啊 他就说 他比之前 肥了 他比之前肥了 这个是非常小心的一个用法 这个 肥啊 这是等于说普通话之中 胖 他比之前呢 胖了 这个低呢 就是比较死 等于说 比之前胖了一点 精神好好 精神呢 很好 好久没有看见他了 这个无呢 就是没有 内呢 也是一个时间状态 所以是好久 好久 没有看见他了 帮我问候一声啊 帮我呢 问候一声 你家里人 几好嘛 你的 什么叫 屋子呢 家里呢 就是一个家里 等于说 你的家里人 挺好的吧 几好嘛 就是你家里人 挺好的吧 重新来一遍 他肥过以前的 精神好好 他比之前呢 肥了一点点 然后呢 精神挺好的 好久没有看见他了 帮我问候一声啊 帮我呢 带我呢 向他问候一声 看到你呢 很开心啊 就是 其实这个见到呢 也是这个看到 但是他更多呢 并不是代表是 就是 我真的只看到你了 而是呢 我跟你交流了 我跟你交谈了 很开心 我都还 我也是 我们别忘了 这个还呢 是是 这个都还呢 就是都呢 其实不解是 跟也呢 是一样意思的 那么其实代表就是 我也是 我们都是啊 这个意思 就是你最近呢 这段时间呢 你到底忙些什么呀 这个面呢 别忘了 就是 的一个缩成 就是说 你忙些什么啊 第一呢 就是一个 一个亮的 一种比较亮的 一种一个意思 然后呢 你的那个儿子呢 出来啊 什么叫走爷啊 我们知道 如果这爷呢 是东西 对吧 那么走爷呢 就是做东西 等于说我们 比如做事情啊 比如说 我现在要开始 我要开始工作了 那我会说呢 我走爷心了 对吧 而这个走爷呢 如果它作为一个名词 它单纯的就是指 一个非常具体的 就是指工作 这个名词 等于说 就是你那个 你那个儿子 贼 人子 就是儿子 你那个儿子呢 出来 工作了没 工作了没 是这么一个表达 所以呢 我们重新来一遍 见到你呢 很开心 就是我也是 你最近忙些什么呀 你的那个儿子呢 出来 工作了没 那我们记住呢 在这里呢 这个 如果我们想表达 看见你 跟你交流 很开心 广东话呢 是用见到 那同样呢 如果我想表达 我也是 我也是 这个非常开心的 我们会用 我也是很开心的 然后呢 如果我们说 最近这段时间呢 我们会用 那么忙些什么 那么这个些 其实是 代表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 表示 东西的数量 它是个虚拟的量词 那么这些呢 在月之中呢 就用低 那我们如果 记得的话 我们那个 比如说 就是我们 对吧 但是它是一个专指 如果说低呀 就是那些人 就一个贩指的 一个宽泛的 指称的 一批人的话 那么这个呢 就是用低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这个低呢 就指的是 你忙些什么 那个东西 对吧 所以是用低 没就是 什么 就是什么 然后呢 这个如果我们说 那个儿子 我们在广东话 粤语之中呢 就是用贼 那么如果是 出来 就是出雷 出来工作了 那么出来 那么走言呢 这个如果这做呢 是真的是 作为一个动词 而言呢 作为一个名词 比如说我们 做事情 做东西的话 就比如说 我们现在是在 我需要现在 比如处理个文书 那么说 我需要现在 是做我自己的事情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我走言心了 对吧 但如果呢 我们是在这里呢 这走言 它完全是当做 一个名词用的话 那么这个呢 直接在代表的是 工作 等于说呢 你的儿子呢 出来啊 工作了没 是这个意思